我們看一下那個第五題 第五題 題目說的這個題目是給你標準式 然後等一下給它寫成其次 那當然就告訴你說我要把 xy 改成什麼東西 xy 改成這個 r c 這樣子 會啦 OK 好 那當然第一個 我雖然這邊寫是 xy 對不對 可是這邊寫是-2-2i 請問你-2-2i 第一點講話 -2-2i 你可以怎麼講 -2-2i 你可以把它演講成它的座標表 座標就在 -2-2的位置 因為前面的 x 根本是 y 座標 那以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我給你的建議啦 說實在的話 你這個建議是最簡單的方法 萬無一式的方法是化 你化我的答案算出來 好 我們看一下 -2-2在哪個 -2-2 是這個位置 是第一 第二不再這樣線對不對 所以在 x 是-2 y 也是-2的位置 這樣子 會來齁 可以吧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 我要找 r 跟 c 座標對不對 請問你什麼是 r 就是這個斜邊嗎 所以請問你斜邊多少斜邊 這裡很明顯 是不是2比2 就是相當的 1比1 所以應該是 1比1比1 跟號2 所以這個 r 是多少 2跟號2 好 好 比較難是 c 座 為什麼天龍邊難 比較容易犯錯的是 c 座 請問你看 c 座 知道嗎 不是這個假喔 正常是 45 度對不對 可是我們講的 c 座 是要從 x 座的什麼 正方向 正向方向 然後呢 數到這邊來 所以顯靈它是幾度 是不是應該是 180 加 45 度 所以應該是 225 度 ok 所以第一答案呢 自己會比較好 記得這個座標 應該寫什麼字 2跟號2 2跟號2 幹什麼 會啦齁 可以 好 那如果 ok 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第二講題 第二講題 呃等一下喔 我之前寫錯了 這是 aceta 可是我剛才想錯這個地方 那個 aceta 指的是什麼東西 aceta 指的是它的那個 集市 那我講這個 這在極坐標的部分 這個集市的話 其實在寫什麼東西才對 應該在想對喔 應該是 r cos 系它 i sin 系它才對 這個才有提示 所以這邊呢 還沒有寫完 不好意思 這邊應該是 其實還是可以算好 利用它的句話要算 其實應該是 r 乘上這個 2跟號2 x cos 225 度 然後呢 加 i 2跟號2 然後呢 sin 225 度 ok 就是它的答案 當然你桌老師會把 那個2跟號 寫出去變成是2跟號2 sin 225 加 i sin 225 這樣子是ok的 但這樣寫其實最好 不會啦齁 可以 好 那這是第一小題的部分 那第二小題呢 它是寫的是 負6加2跟號3 好 那這題目的話呢 做法跟上面的方法呢 大同小例 好 做法大同小例 ok 所以呢 那第二小題 它是 z 等於 負6加2跟號3 好也是一樣 負6加2跟號3i 對不起 負6加2跟號3i 好這個也是一樣的 你要先把它的作標先把它 把它幅報出來 所以它是做法 負6的這邊 負6對不對 然後2跟號3在外 什麼地方 這裡 所以這邊是負6 這邊是2跟號3 ok 所以第一個 從這個固域可以知道 請問你 這個r是多少 r 是等於一方向加 所以要等於2跟號 6的1 2次36 加2跟號3的地方 2跟號3的地方 2跟號3的地方 這應該是12 對不對 所以等於2跟號 多少 48吧 跟號48 現在多少 你知道 5號48 就像大於16 5跟號3 4跟號5 4跟號3 4跟號3 1為48 就等於16乘以3 對不對 6要4的地方 就等於4跟號3 所以你的r 你解除完了 對不對 好 現在別人自在於 θ是多少 θ 正常幾度 你知道我怎麼講 好 是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特殊的比例 好 看一下 如果你觀察一下 就算答案其實很簡單 這裡是4跟號3 這裡是2跟號3 這裡是6 看到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一下 如果你除以更號3 會出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除以更號3 這個會變成10 除以更號3 這個會變成2 6除以更號3 會怎樣 6除以更號3 會變成6乘以 更號3分之1吧 那更號3分的清單是多少 是變成6乘以3會成更號3 在約分就變成2跟號3 所以這裡有變成2跟號3 好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當圖簡化成4 2 2跟號3的時候 你會像是2比1跟號3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想要變成30度 所以我知道這邊原來是30度 聽懂嗎 所以請問你 θ應該叫θ θ應該是180 幾乎30度 為什麼 因為180這樣子 對不對 幾乎30 所以應該是150度 才對 會啦 好 所以你的z呢 解除完了 z應該是多少 z應該是等於 這個應該是z2吧 z2才對 z2的答案 應該等於 r 就是這個 4跟號3 乘上cos 150度 加上i sin 150度 這樣子 會啦 OK 這個就是答案 可以嗎 可以嗎 再這樣 好 你講一下 講一下 看我什麼 又再跟我講一下 好 如果ok的話 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他告訴你一次 直接告訴你第三點的話 等於1 2分之1i 那2分之1i相當不好 就當於0加2分之1i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它叫什麼文字 你知道嗎 就在這邊 0 2分之1 對不起 負2分之1i sorry 負2分之1i 所以要是在0 負2分之1的位置 對不對 好 那一個r很簡單 然後又什麼 ur就是2分之1i 對 對不對 啊寫文字 是幾度 是不是那是270 對不對 反正就是270 所以第三個就更簡單 第三等於 2分之1 乘以 sin 270 加i sin 270 好 這個270 好 這個270 上去 270 1 2 2